中心思想 但是其實中心思想有兩個 一個就是你要做對的 什麼? 選擇 第一個中心思想當然就是要做對的選擇 第二個呢 就是你知道了你要去做 跟旁邊的人說 你知不知道 知道 那我們要去做 好嗎? OK 昨天晚上舒适平很慢才來對不對 其實他很後悔 他隨便在那裡走一走 然後人家沒有讓出場地 我就叫他脫衣服 他就開始露手臂 人家以為黑社會老大來 你知道台灣人還有泡湯的習慣 那有的時候到了冬天 因為台灣冬天的時候 很多人來台灣我們都說 泡溫泉跟下水餃是一樣的 什麼意思啊 那幾乎的啊 六十個人泡啊 游泳池都變成好像只是能這樣啊 下水餃對不對 那時候叫舒适平來 有一池沒有人敢下去 為什麼啊 他後面有一個吃得很好笑的東西啊 他可能在裡面進修的時候 大家無聊吃來吃去啊 本來要吃觀思音啊 吃起來很像一粒水果 就也吃得很醜的那種 那你要游泳是不是只有穿短褲啊 所以那只要這樣啊 這一骨就牽了 你知道嗎 那就有位子 那昨天他說他很後悔 因為呢 有一個乒乓球的比賽在馬來西亞 那他很喜歡打乒乓囉 然後就到底要去不要去 要去不要去 所以我們昨天發現 有一首歌蠻適合打乒乓的人唱的 叫做 所以呢 他四五點他就要去哪裡看我不知道 然後回來的時候他一直說他很後悔 他很後悔 我做了錯誤的選擇 因為他說好像不是很好看啊 就很後悔沒有來跟我們一起浸泡 今天晚上我們要講到能力 為什麼呢 我們信了主之後 為什麼我們會蠻有能力啊 我不去替那個 某一個團隊打歌啊 有一個專輯叫蠻有能力是嗎 只是 如果我信了主跟沒有信主之前 一模一樣就是沒有能力 那到底信主要幹嘛呢 能力到底是為了要做什麼 如果我們有能力我們不適奉主 就好像你買很多東西一直存在冰櫃裡面 好像有 但是肚子餓的時候呢 沒有拿出來用 神給我們能力 其實如果從聖經裡面我們來認識 可能是 在使徒行政的第一章第八節講到說 我們有做見證的能力 其實我很怕很怕 這個經文很多人解釋不清楚 你知道做見證這個字的字根啊 希臘文的字根跟殉道是同一個字 誰可以做見證呢 你知道很多人說希臘文沒有希臘文的你知道嗎 很多人敗敗的人以前的在講 就是有什麼事都是那些的什麼 善男性以出來擋的 所以全部希臘文沒有希臘文那種的 但是基督主很奇怪耶 信了主之後 好像每一個人都出來自願替耶穌頂 擋子彈的那種吧 裡面有一種能力 你知道做見證就是要告訴別人說 我以前有多壞 多爛 但是我信主之後我現在是這樣 如果五月份我先生來你就知道他有多爛啊 真的 你想嘛那世界跟我去 他真的告訴我 他追我的時候他說 你是我第101個女朋友 我相信耶 在台灣齁你在追求女生的時候 你只要講你是101 人家都以為你是101大董耶 就是最高的最好的唯一的那一個 可是我先生講我是101我相信 因為他當了17年的歌星 他自己跟我講的 我們一起禱告嘛 尋求婚姻一起禱告 有很多他睡過的女人 他都不知道名字 也同居的女友 甚至帶去墮胎的 完全不記得 可是他怎麼能講呢 因為當聖地要得著他的時候 就是在一個家族的聚會裡面 聖靈來光照他 好像這樣的大螢幕 從他17歲當歌星開始 他就犯淋亂的罪 一個一個 你如果沒有認 那個螢幕沒有過去的 而當時他帶著他同居的女友 一起在那個聚會的裡面 所以那場聚會之後 他們就分手了 可是當時那一年 他三次出頭 得了癌症 在這裡 一個歌星得了癌症 沒戲唱了 因為他連吞口水都不能 但是那個晚上 因為聖靈的能力 他好像殉道一樣 他這個殉道的意思 做見證就是 你要為主而死 我要把我的醜陋的事情 犯罪的事情 其實你認罪不需要 在很多人的面前 天主教跟我們的不同 就是你要到一個地方 小小的房間 你看一下那神父有沒有很帥 你說看不到 他會把簾子拉起來 你要告解 我這個禮拜 什麼講了之後 然後他就說孩子 他要告訴你說 你的最色的 甚至他會告訴你說 什麼 哪一篇聖經抄一百遍 真的有啊 或者因為天主教有玫瑰經 你知道嗎 他會告訴你說 哪一篇你誦讀五十遍 順便出去的時候 有看到右邊有奉獻箱嗎 以前天主教有這樣 因為這個叫做贖罪券 你認為你犯的罪越大 你就買越大張的 我不知道他是多少起跳 以前是這樣 現在可能有另外一種了 今天晚上我們講聖土的能力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個不是你天然的人 因為我們的能力是犯罪的能力 我們的能力是逃避的能力 如果你從創世紀開始看 從亞當犯罪之後 第一個做的就是躲起來 所以不管你在婚姻生活 甚至在教會服侍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們常常說表現的特質 都是軟弱的特質 就是沒有被對付的那個特質 我們只要一做錯事情 你知道有的人不來教會 不是他很忙 他犯罪 他不敢來 他會離開 很多人你邀請他服侍 你知道他很有恩賜 他會說 我多討告一下 好像很屬靈 但是基礎上所反映的是什麼 因為最怎麼樣 牢籠的他 或者是最控告的他 因為他沒有得自由啊 所以我們需要有一種能力 不單單是對付罪 勝過罪 而且怎麼樣 能夠為主而活的能力 你願意為主做見證 因為你們會覺得說 哇 這個許霧師很愛講 他老公的糗事或什麼 我根本不會害怕 因為你上去GoTV點我們 我們都有啊 他在這麼多的人面前 他自己講的啊 那不是我講的 他自己也講 他還會補充嘛 不是八個是十八個 他還會這樣耶 那為什麼他敢講 因為他對著自己來講 就是他對他的罪已經死了 他與主一同復活 我第一天講的一同復活 藏在基督的裡面 我活著是為神的活 明白嗎 今天我們這個經文 我們來看 有點多前書 我用了第二章 其實來講我本來要重點 放在十四節到十六節 但是我從第一節到十六節給你們 你們都要看這個 不用看手機 不用看聖經對不對 那我們就跳一下 好來 我們到最後面 從第十四好了 我們從十三 最後面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OK 我們就讀這個經文 請 並且 我們在講說這件事 屬於有人智慧所指教的約定 還是用聖命所指教的約定 將屬於的話 皆是屬於的事 將屬於的事 將屬於屬於的人 然而屬於天氣的人 不以為 真是屬於的事 橫刀以為於左 並且不能遇去道 因為這些事 唯有屬於的人 才能看透 十五 屬於的人 誰曾知道子的心去教導他們 當我們是有基督的心 所以其實當我們來到主的面前 你需要確認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到底是屬靈的還是屬血氣的 屬靈的人呢 就是有基督的心 就是我們是屬神的 其實從第一節開始 保羅他自己講了很多很多 關於什麼呢 關於屬靈的人 屬靈的人 聖經裡面講到說 什麼是屬靈的人 就是愛神的人 是屬靈的人 你自己分辨 你到底愛不愛神 我第一天就講了 有的人愛棉被 都勝過愛耶穌啊 有的人他很奇怪 特別在談戀愛 你們有沒有人 有談過戀愛的吧 我很喜歡講我談戀愛 是因為 我已經很久沒有戀愛的感覺了 都需要透過講道來回憶 你知道嗎 我先生追我的時候 我們那個時候沒有手機 可是我們約好了 就是晚上大概十點到十點半 他會打電話來的 那我就很 我們樓 我們家是樓房 我住二樓 然後樓上有一次電話 樓下有一次電話 我每一次快到十點的時候 那糾糕你知道嗎 心神不寧了 我絕對不會在九點半進去洗澡了 因為我怕洗太久 然後就錯過那個十點 他打電話來的 所以呢 我大概就是在九點五十分之後 我都會走來走去走來走去 怎麼走都會繞著那個電話 就對了 然後我媽媽說 欸 幫他倒一杯水說 媽你寄到寄到 就生怕錯過 而且我總是希望叮叮的低下 就說 欸 我不管剛才是在罵我罵他 我只要電話來 HELLO 自動被轉換欸 因為我希望他聽到的是我最甜美的聲音 甚至可能我那天感冒 電話響的地上 欸 欸 就變這樣了 然後就說 可能可能就是假面看 什麼事情啦 趕快因為要掛罐這個棉頭 我等一下我男朋友打電話來我接不到了 所以很快的我媽媽兩三天就發現 我應該有毛病 做父母的很容易發現小孩子有沒有問題 奇怪怎麼時間到該吃藥的感覺啊 來到去的那種的呢 好 聖經裡面來表達什麼是屬靈的人呢 愛神的人就是屬神的人 當我們會守候那個 因為有一個我們愛的人 他就告訴你 他大概那個時間會打電話來 所以假設他說 10點到10點半是我們會聯絡 他為什麼會給你一個時間呢 因為有的時候他在待聚會嘛 不會那麼準時結束了 但是重點那一天 十點四十的還沒有倒來了 你就開始胡思亂想 什麼去吃冰啊 是不是在喝什麼什麼咖啡啊 什麼什麼 或者你想的這可能還比較好 有的人還說 是不是出車禍了 看一下電視有沒有什麼 偶爾順卷是這樣的東西搞操煩 那就拍樂天的也有了 可能他那一天是通小禱告嘛 他也沒有辦法跑出來打電話囉 你就會想很多那東西 因為你所有的福克斯都是在這個人 你到底愛不愛耶穌 因為你如果一個禮拜 只有那兩個小時來教會 不是享受耶穌是忍受耶穌 你不要告訴我你是屬靈人 圣經裡面有很多的方式來分辨 來衡量自己 到底是不是屬耶穌的 是不是屬靈的 那你不屬靈怎麼會有能力呢 一定很多的血氣 因為在教會是這樣的 下一章 我們看見在教會裡面 有三種人 有屬血氣的 屬血氣就是出信者 我出信主我會來到教會 所以在教會裡面有一些 有人從教會出來又抽菸的 你也不要覺得很奇怪 你等一下來而已嘛 你會慢慢來蓋啊 出信 出信其實來講就好像 我們剛入學的時候 你還記得你上小學上大學 不管是什麼階段 你進去的時候 可能只是知道那邊是有 教師在那裡 然後什麼校長 就很多東西是很陌生的 我喜歡這個學校 我進入這個學校了 我住這兒來這個學校 並不代表我會畢業 所以很多人信了主 其實走不到最後的 你會覺得 好像我昨天講的 祷告是誰發明的啊 怎麼要那麼多祷告啊 吃飯也要去哪裡 為人放油也去哪裡 我幫你開玩笑 台灣有這樣的 奇怪很多男生當兵啊 比看誰的緣欸 然後真的我弟弟告訴我啊 基督徒當兵的時候 你會被欺負的 因為我們祷告習慣會閉眼睛嘛 你一閉眼睛 你前面的雞腿就沒有了 因為其實他們都是一盤一盤的囉 後來他就發明了 就是我弟弟說這個方法很好 就是因為你打菜嘛 每一個阿兵哥前面都有菜 那基督徒他習慣祷告嘛 然後他先噴嘴 然後再用他前面的雞腿 因為你要嘴嗎 什麼人家吃啊 對不對 後來呢我當了務司之後 他就問我一個問題 他說姐 聖經哪裡 你告訴我 為什麼我們禱告一定要閉眼睛 我說沒有啊 你開車閉眼睛嘛 開車你是不是可以睜開眼睛裡面禱告 他說 你要早一點講 原來我也可以看著雞腿禱告感謝 都還被咬以後才放回來的那種 他就講這個囉 禱告為什麼一定要閉口啊 我不知道這裡講福建話是怎麼樣 在台灣很多的所謂的講福建話的教會 所以他們每次說 我們來阿兵基督 有沒有 那有的人 福建話不是 不會他說 有些阿兵 壓著頭要 我們來阿兵基督 我們來阿兵基督 壓著頭打到 所以年輕人在帶團 有的人領受是吃鴨子的鴨子的鴨頭 也不一定啊 那為什麼要閉眼睛呢 比較專心 特別教會姐妹那麼漂亮 你禱告的時候 這是專注的問題 教會裡面一定會有不同的 層次的基督徒 程度的基督徒 甚至經歷神的基督徒 因此教會是小的 社會 教會裡面有不可愛的人是很正常的 教會裡面有問題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如果你在教會 這個教會沒有學會 你不要以為換教會就沒有問題了 因為有人的地方 昨天我講的 所以在教會裡面呢 其實更多的是什麼 掺杂的基督徒 就是腳踏兩條船 正在做選擇的基督徒 到底要靠左邊還是靠右邊呢 我們台灣跟中國 是有很特別的一個關係 對不對 我們曾經發現呢 某一個中國人 前面一點的總理 每一次拍手的時候一定是這樣 有什麼錯呢 沒什麼錯嘛 但是台灣人就可以看出 他跟我們不一樣 因為我們通常是右手在上面 我們都覺得中國是左派分子 所以他們一定左手放上面的 我們拍手可以這樣拍 那台灣人一定是右手在上面的 連這個都可以做文章的 24小時可以很多的名嘴一直講的 到底你是偏左還是偏右的呢 感謝祖國是平衡的基督徒 中間的那個 為什麼講這個 因為當我們來到教會的時候 好像我信了主來教會 我很會讀書 但是我不習慣讀聖經 是嗎 但是教會教導我們 或者說神的仆人鼓勵我們 因為神的話是力量 所以你們要開始讀聖經 很多人說讀漫畫我可以 讀聖經 很難啊 而且很多名字很長的 又讀不懂了 我也走過這個情況了 因此有人來教會 為什麼會進進出出 甚至就是在讀經禱告這件事情 因為就發現這是一個規定 然後你又沒有享受到 在那個禱告慶拜裡面 跟神的相遇 你就覺得很忍受神了 這個教會我要換教會 為什麼呢 這個教會叫發禪的教會 在台灣有一個教會叫很有名的 一個體系叫靈良堂 聽過嗎 有 周神之物師他們嗎 那有一個弟兄呢 他是在台南的靈良堂 我會被張牧師罵死 這個弟兄在那裡聚會 他說很奇怪 他的女兒女婿 他的家都在這個教會聚會 而且他其中一個女婿呢 是全世界的傳道人 可是他就很不喜歡這個教會 他說因為這個教會是教會 叫人家罰站的教會 從一唱詩都站起來 他不知道我有關節眼嗎 一唱詩唱三十分鐘 然後我就跟他說你可以坐下 沒有人坐怎麼敢坐 所以他就稱那個教會叫罰站的教會 唱詩一定要站起來嗎 不一定嘛 不可以坐下唱嗎 可以啊 因為唱詩是一個敬拜 敬拜是心靈跟誠實 你站不起來你就坐囉 甚至沒有人站起來 你就站起來舉手 特別你那天有叉子加油的時候 一定要站起來 很多的時候我們自己 其實我們沒有抓到那個主要的聖經裡面 要教導我們的 加給我們的 或者是要我們忍受的 我們在制約的裡面 我們覺得我們忍受神 忍受教會的制度 忍受教會的規定 但是如果你愛神 你是屬靈的人 你欲見神 時間從來不是問題 所以有人問我 那次蘇世銘有去 蘇世銘跟我去蘇州對不對 有沒有公安來 那一次 他是這個人就長得像大陸人 而且他從教會的第一排已經做到最後一排了 那個也是公安來的原因 因為那個教會呢 那一天是通宵祷告 從晚上八點 沒良心的新加坡人 11點就做Taxi回飯店 留下我 從晚上八點 待到一天早上六點 那因為他們的音響很大聲 所以旁邊的人就去報了公安 所以公安 二十六個 一次來 上帝很奇妙 上帝保護人 有祂的方法 我講完以色列 就去上廁所 所以有人來敲我的門 老屎 注意聽不是老鼠喔 老鼠 你在裡面啊 是啊 你都拉法啊 如果我知道 如果我在台上 我叫現刑犯 我來借廁所不行喔 對不對 但是其實不是我們 那問題是因為音響太大聲 因為有太多人了 那時候是冬天啊 一個小小的場地 擠了三四百人 大家要脫衣服 開窗戶 音響又很大聲 所以旁邊大樓的人就去抓了 就來了 但是其實不是我講錯的問題 是音響的問題 可是上帝有保守我們的能力 我就剛好上廁所了 他就剛好長得像中國人 所以 反正就可以回家了啦 就是這樣喔 我們提到這個的時候 其實就在講一個情況 有時候在教會裡面 不是真理有問題 是因為每一個人的看法 做法不一樣 唱是一定要站起來嗎 傳統的教會都坐著唱不行嗎 為什麼還要唱新歌靈歌呢 有的教會是等牧師講完到才可以講阿門的 你知道嗎 你中間他講得很火熱 你都不要出聲音 我讀的神學院點 唱詩也不能舉手的 很保守的 我唸的神學院是這樣 我們的宣教師 他禱告的時候 他還要這樣 你不能跟著搖喔 而且你中間他說 神啊 你愛我們 我好感動 我就說阿門 不可以講嗎 他會睜開眼睛喔 然後呢 我幾歲才去念神仙 所以我換眉毛擦口紅 只要他的客人 要自動把顏色弄掉的 因為他是清教徒的背景喔 然後他的頭髮放下來到地上 他是可以捲捲捲捲 整個彈在上面 然後 宣教師很愛台灣的 幾十年都留在台灣的 他對嗎 我對嗎 其實有時候沒有對錯的 是他的背景 對不對 合乎聖經就好了 但是在教會裡面 因為有俗什麼 入體的 就是沒有完全俗耶穌 所以他有很多他的想法 他的建議他的看法 但是對或不對呢 你必須回到真理的裡面 因此我真的覺得教會太棒了 因為只有一本聖經 不用多了 大家回到聖經的原則 可是今天晚上 如果你要蠻有能力 你那個愛主的心能夠被激發出來 你要做屬靈的人呢 你就必須有一個更新的 任何一個人都是經過認罪悔改 然後領受救恩的 因此我們來看在下一章裡面 在教會中間 我不管你是什麼派 我再講一次 因為有人常常會問我這個問題 許牧師我聽你講到 你不會站在講台後面不會動 你一定離那派 因為保守派的人 他講到不會離開他前面的講台 他走來走去 人家說 甚至有時候我講課 我看到人家睡覺 我是站在人家面前講的 我講到講一講我會唱詩歌 然後我的敬拜團就彈琴了 我是要幫助人家就是來了 不要打課 所以已經花時間來了 就睡去 在家睡就好 來這裡睡做什麼 所以意思說你來了就要得著嘛 所以我就會可能特別 特別挑望你一下這樣囉 所以他就問我說 牧師那我請問你 你是福音派還是靈魂派 我在中國的神學院裡面 有的人會問我 然後才要決定 要不要請我去他們的神學院講課 有人是這樣的喔 我就問他說 那你覺得耶穌是什麼派 請你告訴別人 你的答案跟別人講 你覺得耶穌是靈魂派還是非派 都沒有人敢回答 你們這些假冒為山的人 講對了也沒有講評 講錯了也會怎樣 我就給了一個答案 我說 不是 因為耶穌是絕對的靈魂派 完全的福音派 他是絕對靈魂啊 你覺得從死裡復活 是什麼樣的派 為別人倒到噴水鬧 就在摸摸摸 眼睛就看見那是什麼派 他會走在水面上 有沒有 他叫你去釣魚裡面 會有兩塊錢 他遠遠的看到你 然後說殺該快下來 甚至他在這裡講話的時候 他知道拿大葉就站在哪裡了 你覺得 他有沒有啟示 他有沒有意向 他有沒有聖靈的感動 他有沒有神經歧視 很多人其實挑戰你這個問題 只是要問你 你會不會說方言 因為聖經裡面沒有記載耶穌說方言 有嗎 你告訴我在哪裡 但是我回答你整個問題 耶穌跟神之間 完全是通的 他還需要方言嗎 我們是跟神不通啊 因為我們有罪 所以我們要藉著耶穌 才能夠到神的面前嘛 對不對 但是耶穌跟神之間是完全通的 因此他說 父教我做我才會做的 父感動我我才會說的 我們不是咧 我們常常有自己的感動 自己的領受 因為我們很多的殘渣 聖經裡面沒有記載過耶穌說方言 是因為他不需要 因為那個方言是為了造就自己 他完全是透明敞開的公義 聖結的不罪的 他跟神的意念是通的 明白我的解釋嗎 可是他又是完全的不義派 因為他說他來不是要廢掉律法 乃是要成全律法 Amen 所以他有沒有守聖日 他會不會像猶太的南丁 一年三次進耶路撒冷 有沒有 他會守這些的 因為當時就在這些的制度底下 所以你說 哎呀為什麼要去教會 看Goo TV就可以了 神不一定在教會裡面 神24小時都在 這些答案我都同意 但是如果耶穌24小時都在 因為他沒有時間 只是要你每個禮拜去教會兩個小時 你都不願意 你是屬靈人嗎 你是愛耶穌的人嗎 耶穌都還到耶路撒冷耶 耶穌都還在聖殿聚會 耶穌還告訴門徒說 該殺的屬該殺 但是呢 神的要歸給神 他也奉獻 不是嗎 可是我們體貼自己 我們發明很多東西 所以聖靈充滿我們 我們需要聖靈 就是因為我們不夠 我們缺乏 我們雖然愛神 我們若沒有神的能力 來啟動我們裡面屬神的那個部分 我們常常帶著掺杂的記 來到神的面前 就好像我們 我們心靈固然願意 然後呢 肉體卻軟肉 好厲害的一段經文 掺杂 可是不要忘了 上帝救贖我們 是靈魂體的救贖 當聖靈充滿我們的時候 這是神的應許 而且耶穌也講了 祂去 祂就猜聖靈寶會是來 與我們怎麼樣 同在 同在的意思是什麼 不是你聚會的時候 祂才在 我告訴你上廁所 祂都在 甚至你新婚之夜 祂在不在 哎呦 因為他 聖經是這樣講 因為祂是靈 無所不在 是嗎 無所不知 也無所不能 祂還參透萬事 所以你現在在想 麥當勞堂 他都知道 是嗎 好 因此 當聖靈充滿在我們身上 我們就必得著能力 很多人就說 好像在聖經的版本裡 好像用高 高我們 這個高膜我們的意思是 給我們一個福祉 一個職分 一個位分 如果你是神的兒女 你不做神的事 你就很可惜的 神給你能力 因為祂用高 高你要做什麼呢 去死萬別做了門徒 所以任何一個基督徒 不傳福音 你就誘惑了 不是我講的喔 你翻聖經 法國會講的 你得著了神的位分 神額你的位分 甚至神給你做見證 傳福音 勝過罪的能力 然後你不去分享給別人 這種人啊 還說好東西 要跟好朋友分享 這種人是什麼 這種人是至少門前寫的基督徒 哎呦 我求求就好 我求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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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 就是這種的 可是不是聖靈充滿在我們裡面 我們有負擔 我們有能力 是要去死萬別 不是來跟我 是要來跟什麼 是來跟神的 因此我們來看 在下一章裡面 聖靈進到我們的裡面 聖靈 耶穌基督為了我們 在下一岸 因為祂會跑的 祂為了我們 耶穌基督為了我們來 祂擔當了我們的罪 並且我們發現 祂在我們生命當中 所成就的一個救恩 祂住在我們裡面 祂充滿我們裡面 很多人覺得聖靈充滿 只是一個現象 哎呦 我有穿耶 我有穿耶 我緊弱緊弱的 有的人倒下去耶 那是外顯的 甚至如果你看一些在網路 在Google有一些啊 甚至你YouTube 你去搜我講到好了 有的牧師說 按守聖靈充滿 往前倒的才是聖靈 往後倒的都是邪靈 我在聖經我也不知道 有沒有這樣 這個人我也認識 我前兩天有聽到這個牧師 好 但是我知道 領受聖靈充滿 不管你有沒有倒 倒下去都還要站起來 你不能只躺在這裡 人家要關門耶 最後 也就是說 我們每一次來清靜主 不管你是主日聚會 你去參加賠禮會 你去倒掛山禁食 我們說 在這裡真好 我們來搭幾座棚子好了 你就叫Steven 每天給你送三餐 為什麼呢 在這裡很好 我們在這裡欲見捨而見 這裡大家都很愛主 才會來這個聚會嘛 不然這許牧師哪裡來的 誰要來啊 在這裡真好 但是耶穌告訴你 你領受是為了要去祝福別人 你上山是為了嚇死汗 你進到教會領受 充滿是為了在外面有很多人 他們需要認識神 其實我一點都不渴慕 被聖靈充滿的現象 但是我一生在追求 滿有聖靈的生命 被聖靈充滿又怎麼樣 你起來了你要有改變 不然人家會覺得說 喔大概齁 這個弟兄只要參加什麼聚會呢 你一負招他一點跑第一個 牧師一舉手他就啪就倒下去了 可是每一次聚會結束 轉角一定看到他蹲在那裡抽煙 有改變嗎 沒有 我上次講了一個見證 這弟兄還活著 年紀很大了 我們因為有每個禮拜有通宵打高 這弟兄真的很渴慕 因為他是一個 就是自己有一點小的事業 所以那個時候呢 剛開始有大哥大的時候 那個大哥大我們台灣稱作黑金剛啊 很大喔 打到那冰島那種 然後掛在這裡 那弟兄的褲子都會變成這樣的 有很大的一隻喔 那時候剛開始有手機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想拿出來 讓人家知道 甚至沒有人打電話給他自己 按那種鐘啊 要讓人家喝的時候 誒 多少錢五百萬啊 好啦好啦好啦 其實都假假的那種 我都遇過有藏著基督圖 基督圖百百種 一本聖靈是百種在哪裡啊 你知道嗎 尤其像我 又去中國 又去澳洲 又去哪裡 我看太多的基督圖了 我就講這個弟兄 其實這個弟兄很棒的啦 他對很多人教會的工作 很多的貢獻支持都有了 那一天是這樣 在聚會結束的時候呢 我們的院長他就有感動他 他就是 帶禱告 叫我們帶禱告 然後他下去按手 就是來祝福 來參加幕下禱告的弟兄姊妹 那這個弟兄真的很棒 我認識他的 所以每一次牧師要按手的時候 他可能是坐第四排 第五排 他就會趕快跑到前面 就要領受了 然後我就在台上帶禱告 就是一直禱告 幫助弟兄姊妹 那個靈在禱告裡面 保持火熱 能夠對準神 我其實沒有注意到 因為我是閉眼睛禱告 我睜開眼睛的時候 他已經倒在地上了 然後我們的習慣是這樣 只要是姊妹倒下來 因為有時候衣服會扭起來什麼 或者有人因為舉手 那個甲子馬 會一直洗甲露的 所以我們就會給他們蓋個毯子 但是我告訴你 有很多教會不知道 為什麼我們會給人家蓋毯子 會熱到死 是因為怕他不雅 或者有人穿著褲子短的 那種的 不是每個倒下去你都要蓋 我睜開眼睛 我看到那倒下去 因為這麼大口 就不會著涼 我都沒有理他 我繼續倒下去 重點是突然一顆 他的手機我到現在還近了 你看 然後 那我們就想 因為我們平常自己的電話 那種 電信公司的電話幾乎多 聲音都一樣 就是這樣很特別的 是不是很特別的 然後我 他倒在那裡 ¡喬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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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arlier 跟他的手機鈴聲差不多 there is even 可是已經想了三次了 我就東張希望我在想說是什麼了 我就看到那個弟兄就從這裡拿起來 喂 這隻手還在 我下來了 喂 我現在你身體充滿了 我告訴你 這一幕二十幾年了 我一輩子都沒有忘記了 弟兄姐 給你注意我的表達 我並沒有問端他當時的理受是真的是假的 可是我覺得有點奇怪 我不適應啦 而且那時候我還去精神學院 我還沒有研究到這一題 喂 我這把你身體充滿了 你看看這個卡 我要這樣繼續 但是重點 你要看果子 有很多人每次來都很滿啊 一出去就到空了 剛才的屬聖島都很奇怪喔 空空的來 滿滿的回去 很多人是滿滿的來 空空的回去 看果子 有的人也許他沒有外顯的 被聖靈充滿 我的手會抖啦 或者是什麼 但是你看他的生命是滿有聖靈 不用可慕一次被聖靈充滿 保羅說要常常被聖靈充滿 他的用詞簡直在希臘文裡面是 那個常常的意思就像我後面的表達 我們要滿有聖靈啊 不是來教會採滿出去就沒有了 是常常被聖靈引導光照 然後住在聖靈的裡面的 阿門嗎 我們要追求 因為這是生命 很多人說恩膏只是為了一個時候而已 就好像假設今天在這個聚會裡面 我突然啞了出沒有辦法有聲音 我一定會不會說在我們中間有沒有傳到人 你願意今天來分享嗎 上帝可以不要用我的 可能傳到人說 唉唷 這個聚會我不會帶呢 你突然一個弟兄舉手 我可以分享嗎 我問他 那你信主今天 才兩個月 我可以做見證嗎 我也許聖靈高模他 他可能比我這個傳到三十年的人講得更好 可是他今天講完了 你以為他明天還會講到嗎 不一定耶 那個叫恩膏 為了一個特殊的需要 膏模你使用 你就像那隻驢子那個時候開口 他不是每天都在講嗎 明白我講的嗎 神是為了他的榮耀跟為了他的百姓 不是你是什麼東西 上帝可以不要用我 所以每一個服侍神的人都要有一個心態 我是蒙憐憫的 因為有這麼多的相對愛給我 神願意用我 所以我有一個謙卑的心說 主啊 我是蒙憐憫的 這一場聚會裡面我會選擇不要來 但是既然我來了 主啊 我就要遇見你 如果你沒有這樣的追求 其實你會說聚會是誰發明的 祷告是誰發明的 就是那個態度 你不會長進的 因此我們知道 當聖靈充滿我們的時候 那個環繞的意思就是 我們是被聖靈所包圍跟引導的 阿門嗎 下一張 我們要進入大綱的裡面 你們要做筆記要做快點 九點了 因為我九點半要收工了 下一張 我們需要一個屬靈的認識 因為我們今天在講到的是一個屬靈的 你到底是要你是屬血氣還是屬靈 我沒有一個認識 如果你不讀神的話 我下次來我會再挑戰一個問題 我下次跟Steven講說 你不是都有留電話嗎 許牧師要來 你都問他們說 許牧師 我什麼時候要來啊 五月嗎 OK 我五月要來 你們打電話邀請他們的時候 如果他們這兩個月我講完道都不讀神經 那不要給他們來 因為你聽到 你知道 你不做到 你浪費我的生命跟時間啊 我在中國大陸我可以對幾千人講 我幹嘛對你們這些只是聽到 然後又不行道的人呢 要跟好好跟 認真跟 努力跟 而且要跟到底 阿門 神的話給我們了 讀 有一天你們比我更會講道 我坐在底下聽你們講道 等候你們給我打打打打打打打 這就是耶穌講的 就是祂帶領門徒 祂希望祂的門徒怎麼樣 也有祂這樣的生命 甚至神的高摩文 在這個幕後的時代 我們比耶穌的時代 你知道聖靈的工作是越來越強 現在很多的年輕人 十幾歲就服事了咧 這是聖靈的工作 但是聖靈好像火車頭一樣 很有能力 現在沒有人要坐火車啦 你來台灣還要坐火車 落伍了我們現在都坐高鐵 我在中國大陸也是 我就是中國大陸很好 而且我去什麼地方 我還喜歡坐火車 因為他們有握鋪 我都做比較好的 叫軟握 就是一個房間四個人 有的時候裡面三個男的 只有我而已 但是有什麼關係 我是女弟兄阿 你知道嗎 不要覺得我 我冰箱都可以自己搬了 你要怎樣 所以有的時候 因為他是上下鋪嘛 我有時候一個女生就是睡在上面 可是我這邊有另外一個男的 我很少帶腰包 你帶那個這裡的腰包 你就知道你是壞來人的 你很有能力 但是你不按著神的話語來行走 所以一個越有能力的人 你越要有神的話 來做你的保護跟引導 阿們嗎 第二個 我們勝過他那個 他在啟示錄裡面講的 我們勝過二者是靠著高氧的血 跟所見證的什麼 道 神的話跟耶穌的保血 是永遠不會分開的 因為我們若沒有耶穌的保血 遮蓋我們 林毅宗就不會唱這首歌了 林毅宗寫這首歌的時候 還沒有出CD 我在他的車上聽的 幾年前 二十幾年前 借我的手 我的手 有聽過這個嗎 前面我都不感動的 我最感動後面那一句 他說 聽到你的聲音 走到你的問題 聽到你的聲音 教我講 接來我的驚 你們都不感動對不對 因為我現在的聲音是朱瑞蓮 等我恢復盛小梅的時候 你們就知道 我真的很感動 我第一次到沙巴 我知道他才從澳洲回來 沒有多久 他開了一台不是很美的車 來接我們夫婦 我們車上還有孩子 我們要去他的家會服侍 他就說 牧師 這是我第一次 我寫的第一首福建歌 你聽聽看 因為我們馬來西亞的 話都掺掺掺掺掺掺 你台灣的福建話 比較好一點 你看看這樣好不好 我聽到後面這個時候 我很感動 有一天我們要走到 他的門前 誰可以進去 那個歌詞說 告訴我這代 他的兒子 他的兒子 你是神的兒女嗎 是 你怎麼知道你是 還有一個 誰可以走到他的門前呢 就是被耶穌保險 正帶的 因為非聖結不能夠見我們的神 你知道神點我們 叫我們的名字 是因為我們聖結嗎 沒有 是因為我們接受那個完全無罪 的耶穌 我們的異形 我們的好行為 好像一件波爛的衣服 我們要進到神的家的時候 我們要穿戴一個衣袍 一個白色的袍子 只有一位是聖結的 所以有人說你們信 耶穌的很霸道耶 信耶穌才可以有永生嗎 信別的不能嗎 不能 因為唯有無罪的那一位 可以代替我們 所以基督的信仰是 接受耶穌的什麼 救贖 就好像穿上那個衣服 來到神的面前 天父說進來 他不是說 點你的名字 因為他看到耶穌的保險 在你的身上 你是接受耶穌 成為你生命救主的那一位 阿妹嗎 所以有人說 哎呦 耶穌我是耶穌的爸爸 信耶穌我比較厲害 那天主教就告訴你 哎呦 耶穌是瑪利亞生耶 信瑪利亞比較厲害 你注意我講 最終我要講這個慕教學了 上帝可以選任何一個同真理做瑪利亞 所以瑪利亞也是蒙聯名的 明白我講的嗎 明白 所以人家說拜媽媽的一切好了 你知道所以在天主教的信仰裡面 他們很多時候他們高舉使徒 天使 甚至高舉瑪利亞 但是聖經裡面你讀使徒行傳講 天下人間沒有赤下別的名 我們可以靠著得一整 就那個名是誰 耶穌 因為只有耶穌留了保險 所以保羅說 我也為你們留保險嗎 你們幹嘛說你們是屬保羅的 你們千萬不要說我教過你們 你們也不是屬我的 如果我不能把你們領到神的面前 我是最錯誤最失敗的傳道人 所以如果我講了三天 五月份你們還都沒有讀聖經的 常常去肯德基都不會讀到馬拉基的 不要來了 我在神學院是不是這樣講 你知道我們需要耶穌的保險 因為我們會做錯事情 唯有耶穌的保險能夠赦罪 使我們成為聖經 所以做基督徒 做錯了就認罪 因為我們相信約翰一書的一章九節說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生 是信實的 是公義的必要 射免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的不義 不管你犯了多少次 因為相信 使我們勝過這個世界的 就是你裡面的信心 魔鬼會對你說謊 哎呦夭死我 人家說白菜今天說白菜今天說第四個 還在你身上 你每次說謊耳朵都伸減了 難道耶穌不會覺得你受不了嗎 那是魔鬼的法 你要退我的後邊去吧 因為經上記者說 所以你再不讀聖經 就一直去肯德基都不會讀馬拉基的真理思慧 那我來很神奇 用神的話 因為神的話大有能力 耶穌基督受試探的時候 用神的話抵擋魔鬼 用神的話抵擋魔鬼 如今他把神的話留給我們 我跟我老公談戀愛的時候 他會寫信給我的 那很奇怪喔 他每次我接到開封信 我當天看一看就回信了 然後意思就是說 他可能寫信 他可以寫一個禮拜才記一封 我中間已經寫了兩三封了 而且呢 因為我是教師嘛 我是老師啊 我很喜歡改作業的你知道嗎 我老公寫情書來都會不會用紅筆 把錯字圈起來 再拉出來那種 就是 就是那個個性喔 可是雖然有錯字啊 真感動耶你知道嗎 特別他有寫到那個愛的味道啊 或者是那個愛的時候 還給他放大 那種的 來 放大一點 自己給他做大一點 而且拉出來 看他這封信寫了幾次 樂樂樂的這個還要記錄呢 你知道上帝寫了一本情書給你 你有看嗎 有 有看沒有懂 然後也不會拉出重點的你知道嗎 哇 如果你真的看我的身經 我現在身經很爛啦 我不好意思給你們看 我身經是分解的 而且我出門了 我要帶小本了 因為我已經老發 我在我的教會 我的聖經跟這個譜價一樣大 我喜歡讀修金 然後今天Steven很誠實的 他說牧師 你昨天在我辦公室 你留下了一支筆 是嗎 是我的嗎 他說對因為很多顏色 我就說應該是我的 我很喜歡買很多種顏色的筆 因為我讀聖經讀到魔鬼 我就給他塗黑色 讀到耶穌就紫色 但是有關於神的屬性 他的慈愛信實公義什麼 全部用粉紅色 所以如果你撿到我的聖經 你不會講到 但是我自己講到 我看到這裡有畫粉紅色 畫三角形 或星星 或者圓形 它都有不一樣的意思 因為我可以 不需要不穿著我自己 創我的聖經了 甚至 你知道耶穌講 實實在在這個四個字 我要畫起來然後再給他橘子色 所以我就一看我就知道 我如果要講實實在在 他到底講了幾次 他行一字是什麼 我讀聖經是這樣讀的 我兩年翻一次聖經 因為畫滿了 還有呢 我還要給他皮呢 有沒有看到 但是皮也很困難 因為我皮裡面還要夾東西 介紹一下我的聖經 我的秘訣都教你們的 這是我的十一封線帶 我永遠放在聖經裡面 我從來不在禮拜天的主日 你們早上才放錢了 我一定在禮拜六的時候 把最乾淨的 不一定最大張的 我要放好了 因為每次收奉獻 我不會衝衝忙忙掏錢找錢 因為我本來要奉獻五塊 結果撈到五十塊 你還給我心 絕不住這種事 我一定要預備心來到處來 你們有這個經驗嗎 你們有去找教會的會計 叫他找你四十五塊嗎 這種事不要做 我還有一張 很特別嗎 這是我頭部留下來的 這是華人回家 家人同行的奉獻帶 每一年在 有時候在香港的時候 我會放奉獻在裡面 但是我都會留一張 這個就是在預表 耶穌是猶大的獅子 我就很想 哪一天我做主任牧師的時候 我家人會的奉獻帶 我要給他做彩色的 因為這好像太陽春了一點 但是如果你來看 我不介意讓你們 我不是故意的 這個因為是他滿了 我講過 我的教會一個月給我兩百塊 但是如果你 你願意看 我有時候一個月奉獻 超過一千五百塊馬鈴 我除了十一 我有感恩 我有宣教 我有慈慧 我甚至神感動我 為某一個人奉獻 我圈在這裡把名字寫在上面 因為我們教會 從來不會登記名字 都是登記編號 他不會讓那個人看到說 是誰為他奉獻的 我的服飾表 2013年的放到現在 你看 這是我的 遮蓋 屬林的遮蓋 我是由高雄牧澤合一協會 所拆派出來的宣教師 我在每一個禮拜三的聚會裡面 我可能會分配到要帶進化 或者是師哥分享 或者是分組的時候 當小組長 另外一個 我的獎章 應該是我的獎章 102年7月31號 我是很認真地傳道人 我每天讀聖經我禱告 但是我為每一場聚會 每一場講座 每一場聚會 我花時間做獎益 雖然有時候 上帝叫我改獎益 甚至我做得很辛苦 每天早上五點都叫我起床 然後改了四個小時 然後來這裡神說 不要講這個 你遇過嗎 我常常這樣 這是我的 我甚至我的聖經 因為有時候 我對某一卷書信 它的時代 它的背景 我記不清楚 我自己在電腦裡面抓 我就貼在每一卷書的前面 好像這個是馬拉基書 馬拉基書的第一章 重點該怎麼解 我一定要講到什麼 我是這樣 我就貼在馬拉基書的最前面 我是這樣的傳道人 當我們來到神的面前 我們渴望我們是愛神的 遇見神的 或者是得更新的 弟兄姊妹 被聖靈充滿 是你一定要來經歷的 被聖靈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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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道 耶穌的保險 還要加上什麼 還要加上聖靈的充滿 不然你活不出那個什麼 屬神的那個部分 因為你會沒有膽量 犯罪我們很有膽量 認罪沒有力量 很奇怪 我們要有能力 就需要有聖靈充滿 在我的生命裡面 這三樣東西 好像三骨合成的繩子 如果你的生命裡面 你讀金讀金 但是你沒有聖靈的能力 就好像一根筷子 可以斷嗎 可以喔 但是一把呢 就很難了 所以中國人說 團結就是力量 你有神的道 你有耶穌的保險 你有信心 你有聖靈的能力 二者根本不會來動你的 二者比你聰明很多 你知道嗎 所以他會尋找 遍地尋找 什麼 他怎麼咬得下我呢 肥子之 舒斯敏他也咬不下 因為有時候跟他去按摩 可憐啊 那些按摩師 他就很硬耶 我還以為他一堅用力 真的不是這樣 就硬邦邦的 甚至呢 如果你是剛搶的基督徒 聖經裡面怎麼講 二者會來 二者本來就是這樣 你要斥責他的 你誤要抵擋 仇敵就會怎麼樣 離開 很多人一點都不抵擋 所以他就被吃了被擄了 因為那些沒有信主 沒有在神的話語追求的人 已經是被擄的 他所講的這個經文 是在教會裡面的 他尋找可吞吃的 你有這麼軟Q嗎 他會吞吃剛搶的還是軟弱的 所以我們常常跟神說 哇你知道 這是我講的那個 心靈願意肉體卻軟弱 那你就等著吧 你生命當中一定有另外的學習 當我們講到屬靈的認識 我們再來認識 我們因為屬血氣屬肉體 一定有破口的 第二個 我們屬肉體屬血氣一定有破口的 當我們講到迦南人的時候 你要想到迦南有七祖 當以色列人出來的時候 他們看到迦南美帝 這七祖已經住在那裡很久了 表示我們 有的人三十歲姓祖五十歲姓祖 我們生命當中有一些的老問題 有一些的老毛病 有一些的錯的個性 貪婪 情慾 其實這迦南七祖是我另外一個課程 但是我就是帶過而已 甚至呢 年輕人中間要對付的是西味人的禮 因為被半途而廢的 很容易半途而廢 現在的人說 哎呀現在是草莓族果凍族 到底現在什麼族啊 說現在年輕人的抗壓性很弱 剛開始說是草莓族 因為一按啊 就爛下去了嘛 就爛掉了嘛 草莓不算什麼 什麼叫果凍族啊 搖一搖就算起來了你知道嗎 就是沒有承擔能力 你看到現在 為什麼很多的家庭失格 很多的弟兄沒有站在承擔責任的位置上面 也許你要為他敢 裡面有一種靈 叫做西味人的靈異 還有在教會裡面 到底可不可以坐船直銷 還好不是你們教會的牧師 我不知道 但是台灣呢 其實弟兄姊妹裡面 在教會裡面 可能啊 比例上來講 假設十個人啦 可能有最少有一半的人 都接觸過船直銷 而且都覺得 如果產品不錯 我自己吃也賣賣給別人也是很好嘛 而且好東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嘛 可是我知道在新加坡 在馬來西亞都有一些教會 在他們教會的一些規定裡面 就禁止弟兄姊妹在教會裡面 談論這個 其實最可憐是我們牧師 你知道嗎 如果你知道我有給他買產品 你一定會來找我的 我為了公平又給你買產品 所以我們常常在教會 我可能吃了十家的健康食品 可能是吃太多才變價 你是賣化妝品的 Mary Kay 牧師你這個痘痘你這什麼商務 好 牧師我先送給你用好了 因為我知道你在做這個 我很想成全你 如果我要入費的話 多少 沒有 要百塊嘛 譬如說好我買一桌 這個又是另外一家 牧師都會買他的 那那麼爛 牧師我這才六百六 好我再買一桌 所以你不要問我為什麼這麼美 我就國際排 沒人都來找牧師賣冠菜 都來賣 都沒有打算 都沒有打算要買 因為我知道我會背題 你知道嗎 所以不需要預備這個 可是有人都有賣靈骨塔 牧師你可以先買兩個 兩年後賣給會友 會這樣這樣 而且他你要住三樓還是四樓 你知道因為台灣很小嘛 可以住十二樓嗎 十二樓最便宜 因為我說為什麼 因為你的照片 你的孩子看不到 要爬樓第一餐去看 嘉南祈祖裡面有一種靈 叫嘉南人的靈 他就是做生意的 很多人進到教會 他會想要選大教會小教會 等一下這個教會 有多少人是做生意的 如果都是老弱婦孺 往這邊往這邊 我告訴你很多人的動機 不對來到神的面前 但是要全然趕出 因為當時以色列人最大的失敗 就是沒有把那些的仇敵 全然趕出 我們在面對 當我們領受聖靈 攪灌在我們身上的時候 第一個工作一定是叫我們 對付我們裡面那些 根深蒂固的老亞當的生命 我不相信一個被聖靈充滿的人 他是生命當中沒有對付的 很多人都對付別人 沒有對付自己 但是聖靈的工作都不是這樣 從你自己開始 因此第二個 還有什麼叫做悲神的信念 我們雖然信了主 很多人還會去算命 還要看你什麼星座 你什麼做 坐下來 台灣也是因為華人的一個社會的型態 小朋友的作業都有的 尤其是我們有寒假嘛 寒假一定是會經歷到農曆年喔 就會問你說今年是什麼年 有沒有 好 所以台灣你現在去你一下飛機 人家就說好塞雷啊 為什麼會佛年嗎 你真的問我 你真的問我 就是什麼年 因為我是跟著猶太利走的 我知道現在是五七七六年 我是跟猶太利的 所以今年是猶太年的五七七六年 然後你問我什麼做 我就寫耶穌的寶座 他問你什麼血腥 寶血腥 那有的人說 哎呀我認識這個弟兄娘的到底合不合 你說你什麼血腥啊 AB型 哎呦我跟AB型的人不合 非神的信念 另外有的人說 你是什麼摩羯座天蠍座 我告訴你我就是天蠍座 我女兒常常警告我老公說 爸爸你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因為媽媽很全猛的 他說天蠍座的人啊 有一種個性就是均均報仇三年不晚 你們都沒有看《後宮征環傳》嗎 我每次看那個我都在想我自己 我如果是那個皇后 這一招太爛了 我會這樣 我常常會想很多東西 我也不知道我先生怎麼做 我搞不清楚了 那因為我信了主之後 我信主是十八歲十九歲的事情 所以我已經離這個時代很遠了 可是有的時候 我在Facebook看到有一些的基督徒 他會PO上去 今天你要有好心情嗎 記得穿粉紅色 我心裡想 這幾年代我很想打雕給大家牧師 怎麼教的啊 有點在是這樣 這就是我們有參雜 甚至呢你知道 我們在路上走的時候突然 路旁邊有人家裡在辦喪事的 喔 欸我是屬虎的 等一下衝到 他要怕你還是你怕他 結果真的你回家就咳嗽感冒 然後發生說 欸我真的被那對衝啊 衝到 那你應該把他衝走啊 怎麼他把你衝到呢 表示你很弱了 所以有的基督徒也很喜歡講一種東西 有時候我也怕怕耶 他只要生病啊感冒 或者他要去坐飛機 結果這個飛機 真的好有屬靈征戰喔 他想要買 插龜條 結果插龜條賣完了 所以他只能買蠟絲米嗎 那種 今天早上就是有這個感動 應該會很不順耶 真的你看惡者都一直攻擊我 這麼厲害喔 啊 買不到插龜條就屬靈征戰啊 他應該很屬靈 但是在我的施風裡面 我相信屬靈征戰 因為我也講屬靈征戰 你跟著我去一個教會講屬靈征戰 我也講屬靈征戰 但是我知道 通常邪不勝真 是嗎 你是屬耶穌的 耶穌在你裡面比世界更大 惡者想要來攻擊你嗎 他會偷皮疼 因為你可以抵擋他 你可以奉耶穌的命 命令他怎麼樣 退我後邊去吧 你有權柄都不會有 你知道嗎 趕魔鬼還像跟趕頭一樣 不是這樣 咿咿咿這樣 嘿 你知道嗎 真的 很多時候人看惡者 有惡者或什麼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在幫助一些的弟兄姐妹在成長的過程裡面 就是太過遇到什麼就屬靈征戰 今天好不容易決定跟來聚會外面露虎兄弟啊 你看真的 沒有愛你好難啊 就是拿雨傘就來了啦 對啦 你明白我講的嗎 你不要放怕很多東西 你要知道在你裡面的比世界更大 阿門 你要知道神的話也是大有能力的阿門 抓住那個有力有能的 因為你是屬神的 另外一個 被聖靈充滿有一件事情很棒的 就是神給你智慧可以辨別諸靈的 我們要在神的面前知道 很多的時候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阿 就是 二者的工作常常就是欺騙假冒 還有讓你隱藏 有時候我們做邪談阿 我常常跟神講 你接我的時候 真的帶很多人的秘密回家 我講一個很可悲的事情 我在台灣有一個城市服飾 這個地方是在921大地震的時候 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災區 在南投的一個地方 很多年前應該有十幾年前了 有一個師母聯絡我去他的教會獎 三堂跟敬拜戰有關的 我第一次去那個教會 然後師母跟她的女兒來接我 就跟我交通了一些事情 她說 我對這個師母不是很有印象 但是因為我在 導購山服飾的時候 她有很多次她就是來參加聚會 所以她有一個感動 就是希望我能夠到她的教會 對她的年輕人 還有就是 反正就是帶一個 跟敬拜禱告有關的聚會 可是一坐下來 她接到我之後呢 因為她先帶我去聚會 吃飯 她講了一些話讓我覺得 我不想留在這個教會講道 我覺得很沉重 為什麼呢 一雙姐妹她跟我講的這個問題 真的讓我發現 有的時候最聖節的地方 卻有最誤會的事情發生 這是聖殿 但是我們好像 我們這個人 卻沒有預備好 要把最好的記憲給神 她分享的這件事情 請請你們記住 她告訴我她跟牧師分房 所以已經很多年了 牧師在教會後面 自己搭蓋了另外一個鐵皮的屋子 她說很多年前 她就很想跟牧師離婚 但是她不能 因為她們在一個體制的裡面 如果她離了婚 這個牧師一輩子都不能募會的 可是她很苦 然後以前她的女兒也不太了解 因為那時候很比較小 我認識她女兒的時候 她女兒已經讀五專了 所以應該有十七八歲的年齡了 那她們怎麼樣走過 她們所面對的那個艱難呢 就是她們在何用人宣教師的 那個萬火敬拜讚美的那種的 境外的淨泡 遇見神 讓神更多的在她們裡面掌權 這個部分 她就陪伴她媽媽走過幾個年日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牧師有看A片的習慣 她因為有看A片的習慣 她會要求師母 很多時候是魔法A片裡面的東西 師母是順服的 但是當她的靈律見神 她愛神 她感知神 她知道聖與鼠不能在一起 有罪的就是掺杂 那這個牧師每天都看那一片 所以呢 她也發現 她不能跟她的太太在同一間房子裡面 她又不敢 因為那個是牧師管 你知道教會有時候會給她們 所以她就自己另外搭帶一個小小的 她就住在那裡 我這當中我覺得我不會講到 我禮拜五到 禮拜五講到 禮拜六有兩堂 禮拜天主日 其實禮拜五、禮拜六、禮拜天 我都沒有看到牧師的 禮拜五、禮拜六都沒有看到牧師的 當禮拜天早上 因為是她私會她介紹我 我從她手上接到麥克風的時候 我不知道我要講什麼 因為我是一個很敢講的人 你不請我 我也會自己來啊 但是我看到她坐在底下 而且那天有聖餐 我真的很難 我禮拜神 我就是 我裡面講道 我裡面裡面 我禮拜神 你給我一句話 你給我一句話 但是我不是對她講的 我不能把講台當做拋台 對一個 那種的 這是不可以的 但是你給我一句話 你給我一句話 你給我一個引導 你這樣我講的時候 別人都不明白 但是她知道 神要我講她 那天晚上很奇 那天的主日很奇妙 其實因為我看周報 我知道牧師叫什麼名字 可是我並不知道這個牧師 他的這個影也好 或者是這樣的一個瑕疵的根源是什麼 但是我在講道的時候 我引用了一個例子 我看到這個牧師哭了 我真怕你 我講好像我講錯什麼東西 我只是在引述我成長生活裡面 有從中國大陸那時候 跟蔣介石撤退的老兵來到台灣 就是住在我們家 對面的兩個老伯伯 我引述他們之間的一個故事 然後等等等等我講 但是原來他的背景 他的父親就是類似這樣的背景 反正我只是在例證裡面講 我不知道這個例證 其實就是他童年中間的一個 一個受傷害的一個階段 他在小的時候 曾經被男生性侵 他是小孩子嘛 而那個 我們說那個元凶好了 其實就是好像就是 從那裡撤退的 因為離開孩子 離開死 這種的 反正就是一個罪一個錯誤 然後這個東西成為一個 好像裡面的瑕疵 反正我就是講在那講 可是我看他哭 我就後面不敢講 我很少講到講很短 那天講很短 你知道很多的時候 我是傳道人 你們不認識我 因為我幾個月才來一次 Steven跟莎拉姐也不一定很認識我 可是我告訴你 我的助理很怕跟我一起出門 你可以問我的助理 我下次他來了 因為我很少 我的睡眠很少 所以我的助理 他是天生皮膚很黑 因為他是台灣族 我是阿美族 所以我是白人 但是他的黑眼圈 每次跟我出國就會有的 因為我 算起來 我是他的老闆 對不對 我是他的牧師 他是我的助理 我這樣半夜三四點 起來上廁所 然後神就沒有讓我睡覺了 我躺在床上 我就很習慣 然後我直接一拍他就起來 牧師你要做什麼 好 我不要心裡睡覺 他怎麼睡得著 你會警察耶 我們現在很 我們很好很熟 其實如果我們來是住Steven的家 Steven可以回想像 他們不會跟我住同一個房間 而且我帶兩個助理出門 沒有人要跟我住 有時候我五點半 我跟神說 我的鬧鐘是七點 所以你讓我破七點起來 不能咧 我起來 只要開燈 或者神要我開電了 不是你要該這樣 知道媽媽 哭 我們很熟嗎 很好 我像他的姊姊 像屬林的媽媽 可是因為他也算是我的助理 我沒有睡他敢睡嗎 所以他跟他下一任的助理講 你們跟牧師出門 要拜安眠廟 然後那個人就問他說 為什麼 給牧師吃的 不是他吃的 還是他吃的 要給他送的 我沒有想到我岳父是神 原來隧道自然行 是我心中最大的渴慕 最神聖的地方 神的兒女啊 我們有多少隱藏的 甚至假冒為神的 法利塞人不是外方人 是一群懂聖經 是一群有摩西立法 是一群會在聖殿朗誦神的愛的人 但是你讀聖經看看 耶穌幾次指責他們 因為他們在最神聖的地方 獻乾淨的幾個神 他們得到最寶貴的救恩 卻獻上最廉價的奉獻 不是樹木 是因為他們沒有一個正確的動機 來到神的面前 所以他們可以在十字路口 大聲的禱告 但是他們在家裡 你抓住嗎 抓住 但是在家裡呢 我不知道 我們可以來帶聚會 該我領清拜做什麼 我就來做 但是我們用什麼樣的心 在神的面前 神是個靈 拜祂的要有心靈誠實 拜祂 因此當我們被聖靈充滿之後 我們會辨別在我們裡面 有沒有那些的掺杂 有沒有那些的假冒 有沒有那些需要 好像耶穌進聖殿說 祂的推倒 有沒有 祂推倒我們裡面 有那些的不解的 祂趕出 我們裡面很多東西要趕出去的咧 好 神要做的是這些 那時候也許你只是獻上一句話 一首歌 甚至只是一個舉手 聖靈都可以因為這樣 就降下來在會場中間 這是我在服事裡面經驗到的 我在我的同工生命裡面看到的 我們在韓國服事的時候 很辛苦的 因為我每一天早上三點多就起床 早导會嘛 要預備早导會 然後韓國人又很會禱告 四點一場早导會 五點一場早导會 我早上就要參加三堂早导會 因為過七點沒有人有早导會 每一個教會 幾乎每個禮拜 我都有通宵禱告的 韓國是這樣 我去韓國超過二十幾次 我都沒有整形了 不然我怎麼會長這樣 不是為了整形 但是上帝整入我的心啊 在韓國人 我有一次真的很疲憊 因為我歲女不足 我當時又懷孕 每一天早上都吐已經 沒有東西可以吐 我吐出來的都是綠色的 你們不要以為我是恐龍啊 沒有東西 沒有吃東西就吐膽子嘛 可是我從來沒有缺席任何場聚會 可是因為身體很疲憊 靈裡面很難慘開 最後一天要回去了 在張翁金牧師的教會 我說神啊 我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都領受得載 我都沒有 張牧師手要舉起來 已經要唱後面 讚美一神 你知道他後面 光是他那個管弦院 一百多人 師班是五百人起跳 因為他的價位八十幾萬人 然後我就覺得說 哎唷我來韓國這麼多天 弟兄姊妹都被充滿了 我都沒有 我覺得很不甘心 因為我機票都自己買了 雖然是同工 我們院長從來不會幫我們出機票 他覺得你付代價 付代價 他看你的心 其實回台灣他會還給你 可是他之前他都會告訴你 我說神啊 我好像都沒有被神摸著 然後我有一個同工 他是小兒麻痹的 因為我們坐在二樓都是戴耳機的 他就撐著然後這樣走這樣怎麼走 那因為在二樓 所以他就會有一個 有一個欄杆嘛 他就用他那個小兒麻痹的 就尻在那裡了 他用這個鐵 我很會模仿他 我打乒乓打蘇打 你氣死 他 他只是這樣走下來經過我旁邊 因為我就看他那要做什麼 因為趙公司要祝福的時候 他就走到那 然後他就這樣靠著 你知道當他把手舉起來的時候 我的眼淚就掉下來 他的那個舉手 那個全然擺給神 因為他是小兒麻痹 他不能 他沒有辦法兩隻腳 讚 他是一隻腳 重心在一隻腳 可是他要靠的 他為了要領受那個祝福 他願意這樣走下來走下來 要靠在那裡 他一舉手 我覺得聖靈就充滿在我們身上 弟兄姐妹 你不要覺得你不重要 你的更新你的改變 可以帶來你家庭的改變 你的敬錢 你的禱告可以讓聖靈好像 打開天窗 賜福在你的教會裡面 阿妹嗎 不是你的年齡 不是你好像有沒有讀過什麼神學 是你吧 你對準神 你就是一個窗口 阿妹 復興有的時候不是從一群人開始 是從一個人開始 你要把你自己預備好 神給你一個辨別處理人子 當時 當他舉手的時候 就是聖靈在我的 就降下來在我的 在我的神 我全身都發了 然後立刻按手在我的肚子 你有懷孕嗎 說神啊 因為你知道 撒加利亞的太太啊 就是 那個 瑪利亞的表姐 當瑪利亞去看 伊利撒伯的時候 他裡面的孩子 會動耶 除了是胎動 其實他在母腹就被聖靈充滿 我那時候就領舍 我常常說主要讓我的孩子在母腹 就被聖靈充滿 我有一次在教會 靈會 靈會 唱師 不是教會 靈會 我就倒下去了 那天我的牧師沒有講到 因為很多人覺得我被聖靈充滿 被聖靈擊倒 所以他就下去按手 那天沒有講到 然後就是一個聖靈充滿的聚會 我有的時候唱師倒的話 我靠著那個講台 我都覺得我還是可以踢到那個講台 我們都相信胎教怎麼不能夠接受 在母腹可以被聖靈充滿呢 聖經都有這個例子嘛 所以弟兄姊妹 神給我們一個智慧 你可以辨別諸靈的 可以找出那些陰暗的隱藏的假冒的 不要找別人找自己 當你清潔了 當你預備好了 聖靈會因為你的緣度來造訪你的家 造訪你的教會 甚至改變你的家族 阿曼嗎 這裡有一段經文 是以色雅書的第六章 第一節到第三節 下一張下一張 這個你們自己讀 但是下一張 我要講到聖靈的能力 因為我要收尾巴了 聖靈的能力 我為什麼會給這段經文 因為這裡有三對翅膀 我要講的是 一個滿有能力的基督主的生命 一定是平衡的 沒有人是屬靈的怪人的 你知道嗎 沒有人說我很愛耶穌 但是我不要聚會 也沒有人說 哇 我真的 我被聖靈充滿了很多次 但是我捨不得來跟隨神跟奉獻的 沒有這種基督主的平衡 因為這裡講到有三對翅膀 講到撒拉佛在神的寶座 視力的時候 他是有六個翅膀 但是是三對 因此我要給你們一個平衡的祝福 第一個是什麼呢 當我們有一個平衡的靈命追求 不要批判人家是福音或靈恩 好好的跟著聖經走 聖經有的 主啊你讓我經歷 聖經沒有的 我小心分辨 這是原則 所以你不讀聖經 你一定會被牽著鼻子走的 人家那裡講什麼末日啊 什麼啊 哎呀來聽來聽 回來都沒有好好的查好聖經 神說 不是每一個靈你都要信 在約翰遺書第四章第一節說 你要查驗查驗查驗 查驗的標準就是聖經 你讀聖經一定要禱告 你禱告一定要讀聖經 因為消化 聖經好像是食物 你吃你吃你吃 你的禱告就是好像喝水一樣 你對不對 有點假的 我們教會的敬拜團 每一個成員 一天要讀五章聖經 不然禮拜五自動告訴我 不要上講台 我不要用一個有才華有恩賜 卻沒有神話你的基督徒來服侍 上去很會唱啊 去參加全中國好生意好的 耶耶耶耶耶 還有這樣啊 還有很多人一上台 耳環很大 我都不知道他一甩 我就可以撈下來 一舉手的時候 有say hello的東西 那開得很 我就會很保守 裙子太短不可以的 穿內大褲窄窄窄窄的那種的 一看我就知道擠穿起來不可以 因為很多的弟兄因為你破路了 本來是要專心的仰望神 通通通蹲下 視線都往下 有的女生的裙子 因為你的褲子很窄啊 你三角地帶很明顯的 因為你的上衣很短 不然你就要遮住到一個地步 甚至 哎呀筆掉了 你剛才幫我撿很多東西 有的弟兄幫我撿啊 那谷溝也可以say hello 奇怪現在怎麼有這樣的牛仔褲啊 有沒有 不要講弟兄姐妹都是這樣的 奇怪都是低腰的 禁拜託啊 撿個東西啊 那邊的人不能彈琴欸 平衡的靈命追求 第二個 神給我們全副的屬靈金裝啊 要穿 要戴上救恩的頭盔 然後呢 公衣的不心計 信德的藤牌 真理的腰帶 還要拿還有平安的軍鞋 拿著聖靈的寶劍多幫你祷告 缺一個都不可以的 因為魔鬼比你聰明 他被劍縫插針 你哪裡弱 他知道啊 你對情侶很弱奇怪欸 去上班應徵的地方美女特別多啊 他軟弱軟弱 你很愛錢 你加班就有錢 所以奇怪每一次這個禮拜 你要領敬拜老闆就叫你加班 搭婆給你了 因為你愛錢嘛 他很聰明的 但是你要選擇 屬天跟屬地的不一樣 屬神的跟屬情欲的結果是不一樣的 全部的屬靈金裝 在一幅手術裡面 你們自己讀 還有恩賜的超年 屬靈的恩賜 其實我的年輕人 他們很愛我的 因為我很喜歡請他們喝咖啡啊 我最愛喝下午茶 但是他們又很愛胖的 他們覺得奇怪 牧師怎麼都知道我沒有什麼事 所以有的人 我如果約他說 欸 這禮拜天聚會完 我們兩個去喝咖啡 我們炸鬼也敢知道嗎 所以他今天他會很厚哩厚哩 他趕快認罪 因為他 他就想可能牧師做夢的時候 或者是怎麼樣 為他搞那個時候給他一句話 或者看到你的書桌的第二個抽屜 左手邊 一本書壓著的 有一個A篇的光碟 其實我不一定知道 我就請他們喝茶聊聊天 他說 最近很美喔 有男朋友嗎 親菜都丟了嗎 不是 不是男朋友嗎 真的啊 他沒有信主耶 可是他很多東西比信主的人更好 我說 重點 我也不知道 其實我蠻喜歡的 結果 啊就是昨天有去看電影啦 我就說 他怎樣 牽手嗎 沒有我沒有牽手 可是他的手有放在我的肩膀上 我說好來彈一下 我都 我其實我只是說 欸 皮膚很美啊 本來想說你都擦什麼 想要有拉皮嗎 什麼都還沒問題 就自己講出來啦 啊你怎麼都知道 我說我都不知道啊 一講我才知道你 是不是 對啊 你有怕我嗎 你跟我不是你有怕我嗎 其實很多的時候 你知道恩慈是為了造就教會 是為了造就人的 不是要瑕疵人的 那時候我會你禱告的時候 神感動我 你有一塊土地 你要奉獻 我說嘛 怎樣我有一塊地 而且奇怪我一直覺得有感動 是為我預備的 你不要懂 我們就給我的時候 不是 願感動你的臨也感動我 你知道嗎 這不正中央啊 因為有個必修啊 說姐妹 我覺得 就是把你預備給我的 然後你說 是嗎 你長這樣 我一定要看長相 其實我很有內涵 你知道嗎 而且我會 我每次會揮音禱告的時候 就一直出現你的臉 那一天就說 他這麼屬靈 他對我會揮音禱告 嗯 好了 不行啦 他有感動你也有感動啊 你知道嗎 哦 謝謝主 那你給我時間我去禱告 因為女朋友要害怕死人 不要去掉了 因為他亂講 很多人就傻傻的 奉獻給這個奉獻給那個 然後後面很多的懊悔 誰叫你不查驗 你沒有查驗 你也來跟牧師跟鼠妍的長輩 有一點交通 讓他能夠遮蓋你 特別在婚姻的尋求 或者是在要不要走全時間 奉獻的道路 比如說徐勿司呼召 我不呼召人了 只有省會呼召人 啊就是我去聽他講道 我覺得做傳道的人很好耶 好 那是你跟他的死 從來跟我們無關 當我們被聖靈充滿 你知道恩賜會顯靈的 而恩賜是為了造就教會 明白嗎 恩賜是為了侍奉榮耀神 不是彰顯自己的 是 明白嗎 今天晚上 你還要做一個選擇 你渴望有屬天的能力 你渴望 你渴望在你裡面 有一種的特質 那個愛慕耶穌的特質 我們是屬靈的人 我們就是愛他的人 如果你把那段聖經 哥林多前述的第二章 讀完你會發現 屬靈的人就是有神的靈的人 甚至他後面有一個說 那個有神的靈的人 他會講屬神的話 你就很量 你一天當中屁啦 塞啦 說很多 哈利路亞 崩鬼幹 你有沒有神的話 很多人開車的時候 突然有一台摩托 就過來F開頭的智慧出來 不是follow you喔 不是follow you喔 不是follow you 那種follow you 看氣的那句 我英文也不會很爛喔 都是特別罵人的話 好幾句我都會講 你知道有的時候我們 可能開車或者我們直接去買東西 所以有一個插隊的時候 去 去也是一種情緒的東西啊 你有說有人插隊的時候 啊我們先出 或者這個人插隊啊 可以說不好意思 我插隊耶 他們說啊我趕時間 你雖然很相信的時候 祝福你 我現在還要祝福你 但是誤會的言語 一句都沒有出口 是嗎 可是你衡量嘛 自己衡量摸著良心啊 如果有人插隊 突然一台車 你是誰還是F的 還是Hallelujah的那種旺哉 你要自己面對神 因為我知道屬神的人 就是愛祂的人 祂不當然有神的靈 祂會做神師說神的光 聖經講的 你去讀全部在裡面 我只是拉出來而已 你今天要做一個選擇 你要做屬靈的人嗎 你要讓神的能力在你的生命中間 發你的生命嗎 你要做一個選擇 因為我不會每一個人都按手 你要做一個決定 我發布的八生物再是一個印度 你知道我每次來 Steven說其位每次許牧師來都會沙啞 而且你們這次是我的第二站而已 我前一天講道都很好 早上坐車之前就癢了 牠就會千層子伺候 一種開喉嚨的藥 我只能說我自己臨裡面很清楚 這個土地有很多的干涵 需要你們用眼淚的交換 這裡的教會 這裡有很多人的生命 需要你們膝蓋的服飾 位在神的面前 神的功 要用神的方法 你的禱告就是神的嗎 可是如果你禱告不下去 你真的要渴慕聖靈充滿我 你才會有力量跟能力 今天晚上 我們要用手師哥來回應 但是我真的告訴你們 我不會為你們每一個人都按手禱告 今天早上我說 很可能只有十二個到十六個 是你嗎 當你來到神的面前 不是我這鐵會不會得一隻 不是我這裡怎麼樣 我今天呼召的人 不是這樣的人 是你真的 你願意愛神 在最後一個裡面 我把它唸完好了 因為我很愛這段話 我上次來的時候 我有講了這一段話 如果你愛神 你為神所放下的 不是犧牲 是甘心樂意的錢 如果你愛神 你看你好像捨去的 也不是什麼太艱難的事 坐火車二十二個小時又怎樣 被二十六個公安來抓又怎樣 我都從二樓跳下來 我旁邊跳下來的小改 去幹那個中國的那個 遠自民拍的那個 其中有一個人叫小改 我跟他一起從二樓跳下來 我跟他一起從二樓跳下來 他當場小腿斷了 他說牧師你跑 他穿著他的外衣 看起來像中國大陸 你們知道有多少年沒有看過頭髮嗎 我從一頭長髮每天要上髮卷 我不斷的剪剪剪 就是因為我常常十幾天 二十幾天我沒有洗澡 這種眼鏡只能在這裡戴 早期在中國二十五年前我進去的時候 我戴的一定是焦框黑色 我不能戴隱形眼鏡 因為有的地方 你洗臉洗手的水供 如果你愛神 真的不是犧牲 真的是恩寵 因為神啊 你選了我 你選了我 你沒有選別人 這是何等大的恩寵 你們以為我不愛睡覺嗎 但是耶穌謝謝你 每次我鬧鐘七點 你就六點叫我 我用六點 你就五點五十七五十八 你就叫我 他卻不用買鬧鐘號 他比鬧鐘還要準 不是犧牲 是恩寵 謝謝主給我這樣服侍的能力 今天晚上我們回應神 我們用這首詩歌 我們先來預備自己的心 你摸著你的心說 主要是我嗎 我今天我要選擇 我要得著這個屬天的能力 做見證的能力 勝過罪的能力 為你而活的能力 把人領到你面前的傳遇的能力 如果是你 我要為你祷告 因為你是我的家人 你是我的同工 你甚至將來是我的老師 我願意 不是你跟著你 一起整屬神的道路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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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我相信 主啊 就是我 就是我 今天晚上我要領受聖靈的能力 一切的男主要的全是 退去 不准你在這裡工作 想讓你檢取你呼召 你命令 甚至你親自按手在我們中間 你呼召你的百姓 你得到我的小道路 你可不可以 修嘴 你得到我 不忍不不快 阿們